杨律师的这件黑色外套 衣服里面的面料上 有不少白色的绒毛状物品 她认为这就是乞求 衣服上的水洗标注名 面料是100%聚脂纤维 配料是90%莱塞尔纤维 和10%聚脂纤维 理料是100%聚脂纤维 付款记录显示 这件衣服当时花了628元 收款方是杭州萧山文艳博弈服装店 买了从这里穿回去的 就没穿 后面年初一我穿了一下 骑着很严重的球 之前有问题我就问了她 她说是我穿的缘故 买个衣服能不穿吗 你挂家里吧 那买衣服干嘛呢 那你的诉求是什么的 那她看他们公司怎么处理的 店里同款的衣服 吊牌价是759元 杨律师说 因为自己是会员 当时打了折 店员帮忙联系上了老板娘 她这个衣服呢 所有的衣服 哪怕你到服装店去 任何一家 任何的衣服哪怕是几千块钱 你说一点点 就是说这种你穿 它也是个消耗品 哪怕你买个家电回家的话 她也不可能说 一点点损后都没有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她这个衣服 她穿的里面 照片我也提供给你看 她买已经一个多月了 她那个是毛衣里面的球 带到这个里面的 当时她又提供照片给我 我也可以提供照片给你看 但她现在衣服拿过来是什么样 你的意思是领约的毛衣 导致她祈求是吧 任何的衣服 她你穿的时间久了 她都会有磨损的 但是你说你穿多长时间 这个东西大家都无法争论 哪怕你买回家了 那你说七天之内 如果说这个出现问题 任何厂家 她都是包那个的 对不对啊 杨律师此前通过微信 发给老板娘的照片 也是显示 衣服的礼料上 有白色的绒毛状物品 老板娘认为 这是杨女士 穿在里面的毛衣上的 并非外套真正乞求了 可杨女士说 衣服外面的面料上 本来也有很多乞求 不过被自己用剪刀剪掉了 所以目前看着不明显 穿了多少 我可以对钱发誓 如果我穿了第三次 再发这件衣服 我走路被牵着做牙齿 不不不 我没有穿 不要这样说 不要这样说 我们相信你 我们相信你 她说的是我 不知道是我穿了多少次 还就是个球 我就对你说 我这个天能穿吗 任何问题你都是找厂家 这个东西 你买回家一个多月 你穿了几次 也不是说 那比方说 我说我这穿了一次 这个东西就是单方面说的 没有办法去 单方面不说 你如果我跟你说 那原理事我问一下 那东西是在你手上买的 我不找你找谁 我去产家 我也不知道产家在哪里 你真的是弄不灵清 店里衣服的吊牌显示 博弈这个品牌 生产厂家 是杭州横陈服饰有限公司 老板娘说 厂家在杭州林平 杨女士说 她不去找厂家 哪里买的就找哪里 老板娘给出了一个建议 我们只是一个 线下的一个销售 那么这件衣服呢 她放在这里 那我们就是说 拍照或者寄给公司 好不好 到时候再给你一个反馈 怎么一个解决方法 那你看这样子行不行 杨女士把衣服 留在店里就离开了 之后服装店的老板娘 联系了记者 说出于对老顾客的关怀 同意让杨女士 到店里去换一件 不同款式的 哪怕是价格比内建贵一点也行 杨女士得知老板娘的方案后 也同意了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